69岁的张晓明是以规划入籍的华裔 居住在阿拉巴马州蒙哥玛利 1994年在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曾任教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和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2003年任教美国空军战争学院 张晓明在空军战争学院拥有保密级的安全许可 因此被要求报告与可疑外国人的接触 以及与外国政府官员的关系 根据10月25日司法部发布的文件 张晓明2012年和上海市政府一名官员建立联系 2012年到2017年 张晓明和这名官员见面6次 交换了大约40封电子邮件 司法部说 在此期间 即使张晓明意识到那名官员试图从他那里筹集敏感信息后 他也没有报告这一关系 不仅如此 张晓明还多次向当局做出具有误导性或虚假的陈述 掩盖他和这名官员的联系 以让自己继续拥有保密级的安全许可 包括2017年8月 美国人士管理办公室的核查询问 2020年7月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询问 不过他最终承认多次和这名官员会面 还承认之所以隐瞒 是因为知道这种接触不恰当 根据公开信息 2015年 张晓明多次在中国南海研究中心 上海交大 以及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做过演讲 张晓明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星期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